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我的名字叫做李佩芸 今年十岁 我最喜欢韵力潮 我的姐姐以前去学韵力潮 然后我就站在壳壁那里看完了 就有一个印度人就拉我进去选 我最厉害的是后果 因为那个舞跳到是最好看的 一开始学的时候最难的是一字 我的骨头太硬了 我以前有一点点不想学老的 然后我妈咪就鼓励我继续学下去 我觉得最难念的动作 是用脚转弧拉圈的动作 我在家每天就拿椅子来念 提起那个脚 然后脚再放前面 一直做到成功为止 我每天练习四个小时 我有一次跳的时候 就整个脚凹进去 然后第二天的时候 我就抱着脚去练习 我的梦想是进入国家队 然后代表马来西亚奥林贝拿冠军 《爱唱歌》的王庭轩 《爱唱歌》的王庭轩 她唱什么我就唱什么了 但是我现在唱的歌都是女生的歌 因为我的键比较高 我最难忘的经验就是 在吊花场的时候 我唱《你是我的眼》破音了 那一刻我感觉心都碎了 《你是不是像我在太阳下的头》 其实我是没有老师教我唱歌 所以我在唱歌的时候 我遇到一些难题 那就是我不用当天来表高音 所以我会上不到 所以我现在的下一个目标 就是找一个好的老师 来教我唱歌 自己的承拢 对爱的执着 因为我的正常就是不要高音 如果可以进入下一个环节的话 我一定会选择挑战杨培安的歌曲 我听说男生在这个年龄会变身 我担心我会上不到高音 所以我想在变身之前 把我的声音留在这个舞台上